今天要講的是華語的照應詞跟華語教學 我們華語Annefer 就是所謂Binding Principle這個部分 我們分為兩個章節 兩個課、兩堂課來討論 一樣有兩組同學報告 每一組同學給你們一小時的狀況之下 因為是公平嘛 那老師可以討論的時候比較充裕一點 那也因為他的現象比較複雜 所以我們也可以更仔細的來看一下那些預料 然後我知道同學在讀的時候一定會 某些地方會比較迷失 就是那個內容本身 他為了要精簡這個Binding Principle 在近幾年來 你如果看他那個書背上面的說明 近幾年、近20年來很快速的發展的一些進展 所以他濃縮了很多很重要的觀念 但是又沒有辦法有很多的篇幅去講解 那因為他是一本課本嘛 他畢竟不是說一個專書就是在討論這個Binding Principle 那但是在有限的篇幅之下 我們還是可以盡量的去理解啦 然後如果有一些地方 你自己在看的時候 我一直都覺得 這是一種又痛又爽的感覺 就是困了後學嘛 人家不是說困了後學 如果你讀一個大家的天資都非常好 進來這邊 那如果你讀一個課本 你都從來都沒有困 那表示你這一學期可能都沒有學到什麼東西 那所以其實不用去害怕啦 然後也不要因為那個課本讓你覺得頭很痛 然後就跟老師翻臉 就是全面心的就是不要霸凌我 沒有啦開玩笑 對我們就 我也是陪著你們這三個小時 這六個小時一起看這個東西嘛 那我們就是來討論 那不管他實際的內容對我們來說 離我們有多遠 那實際上還是有一些人去把他 很早就把他應用在華語教學上面 所以我們還是得嘗試去理解他 那下一次我們就讀文章 所以我們今天一定要把那個內容稍微 重要的部分可以catch起來 所以我故意把那個Donkey sentence 留到下一次 那這一次我們就專注在Binding Principle 因為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那個經典的理論的inside 因為經典理論捕捉到的比較是那個中心 那有一些邊緣的現象 他的那個細節的討論 我覺得對我們應用在華語教學上 不一定是很直接的 那Binding Principle的部分 我剛開始在講課綱 這場文章講課綱的時候就有稍微提到 所以相信同學在前面的部分 應該都還蠻如魚得水的 那課本上有講說有三個因素 影響我們制約趙映語的一些句法特徵 那他們把名詞組分成三種 就這三種對不對 那這次序上稍微不一樣 我們是先講annifer再講pronounce 就是趙映語再來代名詞再來指稱語 那Chomsky的Binding Principle 鼎鼎大名的Binding Principle 我的講義上有中文也有英文 那他規定的三種 就剛剛指涉那三種名詞的成分 所以趙映語在局部域裡面要受到約束 約束的意思就是什麼? 約束是什麼意思? c command 他結構關係是c command 而且他要同指 同指是指的同一個reference 同一個物件 所以趙映語他在一個某個範域裡面 必須是被c command 而且要同指的對象 基本上就是這樣講的 那代名詞跟他相反 他在他的某個範域裡面是自由的 那這樣子規定的結果是什麼? 結果就是趙映語他會指淨的 因為他在局部域裡 對不對?不能指圓的 而代名詞是相反的 所以他們就會成互補的分佈 他們的解讀就會是互補分佈 那指稱語這個沒有問題 指稱語就是我們所謂剛剛講的 什麼專有名詞 然後帶張三理事或是詞彙名詞 對不對? 那這些東西他本來就有指稱 就有指稱的對象 所以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受句子裡面 其他名詞組的約束 也就是不跟其他的名詞組共指 或者是c command 你說老師那可是如果是張三喜歡張三 那這樣子張三本來就跟張三 c command 而且共指 對不對? 可是你要知道那個兵語的張三 他的指稱的來源 是現實世界上的那個人張三 還是是句子裡面的主語 對吧? 我懂我意思嗎? 所以其實是不違反這個principle的 那所以以這三個為出發點 那當然後面會講我們漢語還有一個principle D 對不對? 那等一下再講 那以A來講的話他陳述的例子就是 張三知道理事老批評他自己 這個都沒有問題 我講過很多次了 那因為他的結構是像這個樹狀圖 所以那個他自己在他的泛域 他的泛域就是什麼 框框紅色框框的那個地方 他的管轄域或者是叫做local domain 或是有人說governing category 那英文翻譯都叫管轄域 那在他的裡面必須找到一個 他必須被約束 也就是說C同志跟同標 那所以他被誰C command? 李四嗎?對不對? 他自己被李四C command 而且他跟他同標 所以張三知道李四老批評他自己 意思是自己只會知道誰? 李四 在他的管轄域裡面被約束了 那所謂的管轄域就是一個管轄的範圍 那為什麼要定義一個管轄域呢? 以前早期的某些定義 他是用距離近跟距離遠來指 可是後來他們發現結構的關係 單止近跟遠有一點抽象 以前是很多方式講管轄域的時候 現在的管轄域是這個5的定義 α是β的管轄域 If and only if 當且盡當或弱且微弱 α是一個很小的範圍 什麼範圍呢? 在這個範圍裡面有三個東西 一個是β 一個是β的管轄者 一個是可及的主語 對不對? 有這三個東西 所以如果β是一個照應語的話 β是這個他自己 他在這個管轄域 這個管轄域就是個紅框框 看右邊這個紅框框 他必須有他自己β 他還有一個β的管轄者 就是這個理事 然後還要有一個可及的主語 主語 那理事可不可以是一個accessible subject 可不可以是個可及的主語 可以啊 他是批評的主語 小句子這個批評的主語 對不對? 所以管轄域只有在這裡 那為什麼要這樣定義? 原因是因為有時候 前面不一定有主語喔 張三告訴李四 要愛他自己 張三告訴李四 要愛他自己 我把句子改成這樣的時候 張三告訴李四 要愛他自己 那這個他自己一樣是兵語 對不對? 可是李四是愛的 管轄域裡面一樣是這個框框嗎? β是他自己管轄者是李四 可是我句子變成張三告訴李四 那個李四是告訴的兵語 而不是愛他自己的主語 是嗎? 還是是 欸好像也是欸 張三告訴李四 愛自己 愛自己 張三告訴李四 愛自己 愛他自己 愛他自己 那這樣有沒有一個可及的主語 我講這個的目的是要告訴你 為什麼要限制一個可及的主語 也就是有時候我們會是兵語啦 張三告訴李四王武很愛自己 張三告訴李四王武很愛自己 其實你請問他的管轄域在哪裡? 王武很愛自己 對不對?為什麼? 會不會包括告訴李四的李四? 不會 為什麼? 管轄域已經有β也有β的管轄者 也有一個可及的主語啦 他就不用再往上了 所以你就可以define一個正確的一個範域 是他的管轄範域 OK 那這個定義是 形式化後 他們被檢驗之後 覺得是妥當的 才這樣規定的 以前是沒有那個 accessible subject 可及主語這邊 他是經過很多data的驗證 才發現他需要一個可及主語 好 所以principle A 嗯 六七八 張三知道李四認為他自己最聰明 張三知道李四常在別人面前批評自己 張三相信李四認為自己的兒子最聰明 這個是在比較他自己跟自己 先看六的話 只看六 六的話他自己出現在認為的後面 然後是最聰明的主語對不對? 那他的 他的范域在哪裡? 他的管轄域在哪裡? 李四認識他的主語 為什麼? 因為他自己是β 然後有一個人管轄他是李四對不對? 而且李四是認為的主語 所以他是一個可及的主語 那在這個范域內就是他的管轄域 那在他的管轄域他自己有沒有被約束? 有 當你指射J的時候他就被 對 就完成了 所以他有沒有可能指射到這個管轄域外面的成分 當然就不可能了 所以這個定義自然而然就會排除I跟K的index的可能性 OK 那可是自己呢? 7跟8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發現這個是7跟8他不一樣的 他不是他自己的 他不是reflexive 他的那個morphology 他的構詞比較簡單 他只有自己 那自己既允許做局部的解讀 也允許做長句的解讀 對不對? 這個就是要講這件事 為什麼他index i 或 j 都可以 表示什麼? 他不侷限說他只能指李四啊 對不對? 那你如果用princentive a 能不能解釋 princentive a 告訴我們什麼? 在他的管轄域內要被約束嗎? 那所以我們要定義管轄域 管轄域包括了自己 還有一個拜的他的人 李四對不對? 還有一個可及的主語是誰? 李四 你說老師那根據剛剛的那個他自己的規 一樣應該是李四批評自己那個地方啊 為什麼那個右邊的紅框框大那麼多 可以管到 可以那個 可以到張三那麼大的一個範圍 發現了吧? 所以這叫做長距離的約束 long distance 所以他課本就講到這裡的時候講90 就是 在講那個7、8就是在講自己可以允許長距離的約束這件事情 那可是9跟16告訴我們好像不行 為什麼? 張三知道你常在別人面前批評自己 張三相信你 或是我認為自己的兒子最聰明 那無論那個自己是兵語或是小句子的族語 你發現他都只能指J而不能指I 什麼意思? 本來不是剛剛那個7、8講說他可以指到那個李章三嗎? 李四章三都是他可及的族語吧 都是他的那個可能約束他的對象 讓他的那個範圍有那麼大 像右邊那樣 那為什麼這裡又不行? 為什麼又不能只張三了? 所以他把這個稱呼叫做阻斷效應 對不對? 中間有一個你或我的時候 這個第一人稱或第二人稱的代詞 會阻斷第三人稱的長距離的一個約束 也就是說只有當長距離約束的先行語 跟局部欲約束的先行語 先行語的5 feature特徵一致的時候 才能產生長距離的約束 什麼意思啊? 只有我跟妳會打 他會不會打? 或是李四會不會打? 剛剛7、8已經告訴我們李四不會打 對不對? 只要是李四在這個知道相信的後面 你還是可以指張三 所以沒有發生阻斷效應 可是只有你跟我發生了阻斷效應 所以這個generalization是什麼? 第一人稱跟第二人稱的NP會阻止 阻聚的第三人稱的指涉 對不對? 那反過來呢? 第三人稱會不會擋第三人稱? 剛剛講7、8 沒有啊,沒擋 所以告訴我們什麼 人稱是重要的 而且人稱要一致 通通都是3就不會擋 中間是1或2就擋 所以他得到一個generalization 就是5 feature 就是5特徵 要一致才能夠長距離 這句話是這個意思 可以理解齁 所以 當然也有另外一個理解 就是觀感的自己有時候會違反BPA BPA就是Biting Principle A 這個情況7跟8就違反了 對不對? 他直到遠的時候 他就已經違反了BPA 最嚴格的那個限制 然後我們又觀察到了一個阻斷效應 到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這裡講的還有一個情況是觀感自己也會違反BPA的 比如說像 比如說像 哪一個例子? 這個 13的例子 像這11、12一樣 13的例子 這個男人一定對自己有意思 不然老師往這看 這是什麼意思啊? 這個自己是什麼? 誰啊? 難道是這男人嗎? 不可能嗎? 是說話者嗎? 對不對? 如果這句話可以的話 你說老師這句話好怪喔 這男人一定對自己有意思 那個你就想像有一個花痴的女子 然後他就自己對自己在 自己對自己說話 這個男人一定對自己有意思 那怎麼老忘我正看 這種很三八的那個interpretation 那這時候自己就是指說話者嗎? 我覺得這個有點勉強 但是我有想過一個情境是 比如說我在寫日記 寫日記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有時候會寫日記的時候說 嗯自己今天在講趙逸儀的時候 舉的例子不太好 其實是說我舉的不太好 真的好懊悔喔 自己應該要多讀書才對 哈哈哈哈 但是有可能我自己發現 我只有在寫日記的這種scenario才會 那當然這個是作者舉的一個例子啦 好所以BPA講完了有沒有問題? 很簡單 很簡單 BPA 代名詞在局部域裡面是自由 這裡的局部域的定義跟剛剛是一樣的 但是他要規定的是他要自由的 也就是不受約束 那自由與不自由差在哪裡? 剛剛講受約束是什麼? secure main跟同值 所以只要沒有secure main 或者是沒有同值 他就自由啦 對吧? 他只要不要受約束 我們就說他是自由了 那所以像14跟15 江山之道理是老批評 他這時候他的index是i跟k 而不能是j 那我們發現這個跟趙英語是互補的 因為他的定義就是相反的嘛 所以他interpretation是互補的 那代詞跟趙英語 你如果站在同一個句子裡面可以互換 你說老師他不是互補的吧? 可是同一個句子可以用他也可以用他自己 比如說15 張三寄了他的明信片給我 你也可以說趙三寄了他自己的明信片給我 可是他的interpretation就會不一樣喔 為什麼? 他指的是誰? 張三寄了他的明信片給我 這時候他要自由 所以不可以是張三的明信片 是別人的 對不對? 可是張三寄了他自己明信片給我 那張明信片是誰的? 張三的 那在這種情況下就 你說老師說互補嗎? 就一定一個可以出現一個不可以出現 其實不是 意思是說他的interpretation 他的解讀是互補的 OK 所以在15句這邊 我紅色把它標出來 他是自由的 可是出現他自己的時候 是受約束的 聚乏裏論子 這個b這個部分 只需要指出這個代名詞 不要指稱什麼 而不需要指出他指稱什麼 因為他要自由 對不對? 那還有一個十七這個例子 這個是在講 切行語可以出現在代名詞的關下 因為只要他不要C統治就可以了 比如說張三的母親很關心他 張三的母親很關心他 你說老師這個他 明明就是張三的母親啊 就是張三啊對不對? 對 因為張三的母親很關心他 這個他會不會是別人啊? 好難得到是別人喔 那這樣不是違反了principle b嗎? 因為那個他被張三約束了 可是問題就是這個地方的那個 張三的母親 他是有沒有C command 他有沒有C command 他有沒有C command 他的結構是類似這樣 然後 關心 這個報告什麼 bp bmp 他在這裡 關心這樣 對 是這整個東西 這個節點 C command 他嘛 對不對? 因為governed 他只有這個節點 然後這個節點 也dominated dominated 只有這個 這個就是dominated 所以是這整個東西 C command 對不對? 可是這一個東西 有沒有C command 沒有啊 因為dominated 有他跟他 對不對? 可是他有沒有 dominated 沒有 所以他 張三有沒有C command 沒有 回去再做一次C command 的推論 就知道了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這個張三沒有C command 他 所以就不違反我們剛剛說的 他在局部域裡面 要自由這件事情 所以句子就是好的啦 他還是自由的啊 他沒有C command 同指啊 同指是同指的 可是C command沒有達到啊 所以他有沒有被bun 有沒有被約束 沒有 ok? 好 所以 就這樣 b講完了 c 只稱女士自由 這個最簡單了 對不對? 這個對我們來說 一點都不是問題 這個好像就是常識 他以為我不喜歡張三 跟張三以為我不喜歡張三 那這18、19 要講什麼? 他這裡要講的是 我們來檢查一下 18句裡面有一個他 對不對? 有一個張三 他共指了 然後所以句子是不好 不好的理由是什麼? 他有沒有違反principal b? 他以為我不喜歡張三 他有沒有違反principal b? 沒有 因為他在上面是自由的 他上面沒有人管下他 然後張三有沒有違反principal c? 違反了 對不對? 有看到嗎? 主語的他 c command 而且跟張三共指 他以為我不喜歡張三 這時候 是解讀是張三不行 不是說這個句子不行 是說 讓你解讀為張三 以為我不喜歡張三 是不行的 那他是為什麼? 違反了c 對不對? 那持久呢? 張三以為我不喜歡張三 第一個張三 跟第三個張三一定共指 可是第一個張三 有沒有違反principal c? 沒有 第二個張三有沒有違反principal c? 違反了 因為他被第一個張三 seek a man 而且共指 有沒有? 所以他自不自由? 不自由 所以不自由無你死 19就死掉了 張三 第十九句這個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這個十八句只有星星號 十九句有星星號 又加一個問號 這個 symmetry是什麼意思? 他這裡就要講出principal d了對不對? principal d是什麼? 剛剛同學有稍微講 那我現在偷偷的透露 指稱性弱的不能夠約束 或者是弱率指稱性強的 也就是說 在前面約束別人的人 一定要是指稱性比較強的 何謂強弱? 他有一個等級 這個等級列等級次序 專有名詞高於指代詞的NP 高於代名詞高於趙玉 ok? 好所以這個為什麼第十九 十九的張三違反了C 有沒有違反D? 沒有違反D 因為那個張三兩個人的強弱是一樣的 前面也是張三 他們也強弱都很強對不對? 那十八呢? 十八是張三跟前面的供指的時候 他不只違反了C 就是說張三不自由了 他也違反了D 為什麼? 因為他比張三弱 可是他在前面 是吧? 所以就是會有這個差異 那課本特別講十八跟十九的對比 就是要講十八違反了D 然後還有C 但是十九只違反了哪一個? C 你看到B B 你剛剛不是講過怎麼馬上又忘記了? 他有沒有違反C啊? 他可以違反也可以不違反啊理論上 但是有沒有違反D? 也沒有 對不對? 所以他在違反C的情況之下 他沒有違反D 所以他就是 就是十八會比十九還要糟糕 一個是違反了兩條 一個是違反了一條 這個有沒有取信你啊? 不過他對於D喔 不只是只有這個語料的說明啊 他還說什麼? 他還有其他的證據喔 比如說 其他語言 就是泰語跟越南語裡面 他們也需要這種強弱的這個 其實D是一個很不 很不被喜歡的原則 為什麼? 你有沒有發現D的那個說明喔 跟其他人都不一樣 二十這個D 一個指稱性弱的短語 不可以約束一個指稱性強的短語 他跟前面三個有什麼不一樣? 前面三個的定義我們用到了什麼? 我們用到了約束的概念 我們用到了一個管轄域的概念 就這樣子而已啊 我們只規定他在的那個管轄域裡面 是不是被約束這件事情 對不對? 可是我們不需要去定義名詞的級別 那為了一個原則D的話 他的描述 他的描述是跟前面的ABC很不一樣 我們增加了很多概念進來 包括了強弱的概念 我們對所有的名詞組開始去說 他有指稱性強以及指稱性弱的一個區分 對吧? 所以以寫語法來說 原則D是比較 我們並不會很favor的做法 我們寧願不要有這個原則 讓我們的規則很漂亮 那可是沒辦法 就是我們有辦法解釋的語料的時候 就要有D嘛 那所以他就舉出了很多證據 比如說泰語跟越南語裡頭 他們也是需要這個強弱的區分 來解釋某些 Binding是可行 某些是不行 那對漢語來說 原則D也不同原則C 原則C只能禁止指稱語 受到C統治NP的約束 所以他就需要D 那事實上是 的確在漢語裡面的確是這樣 所以我們讓他回過來看這個18跟19 因為他的指稱性比較弱 對不對? 所以這個18會比較壞 19會好一點點 19 either就是問號或信號 那但是18的話 就是絕對是不行的 絕對 他應該打兩個信號 就表示他死的 完全死掉 對完全死掉 那看一下2122 如果有Principle D的概念之後 那個學生以為我不喜歡張三 他以為我不喜歡那個學生 這兩個句子都不好 那個這裡要講的是那個學生 那個學生是屬於哪一種名詞組? 是中文名詞嗎? 不是吧 也不是代名詞 也不是照應語吧 他是代指示詞的名詞 對不對? 所以他跟張三比起來 他的指稱性弱或是強? 弱 那所以當那個學生 跟後面的張三共指的時候 那個學生以為我不喜歡張三 意思是張三是那個學生喔 幾乎很難得到吧 那所以這個句子就不好 那再來就是因為原則低了 因為原則C有沒有違反? 沒有啊 那個張三有沒有違反原則C 原則C約束的是張三對不對? 他沒有違反啊 他只稱張三就好啦 對不對? 欸? 他違反了D 他有沒有違反C? 他可不可以自由? 沒有他也不能自由 他也是兩個都違反 那個學生有沒有違反什麼? 倒是沒有對不對? 那22他以為我不喜歡那個學生 他跟那個學生誰的指稱性比較強? 那個學生 還是那個學生嘛 對不對? 那所以他如果要管轄約束 那個學生一樣是違反的D 那請問他有沒有違反B? 他是受B約束嗎? 反應要快一點 受B約束的是誰? 是他 這個有沒有違反? 沒有 他還是有 他還是有 這個嗎? 這個 那我本來下去 那個學生是受... 受... 只受D嗎? 對啊 只受D約束 所以這個要違反也只能違反D吧 所以21、22兩個句子來說 就是他都是指稱性弱的 結果去管轄一個指稱性強的端語 那所以他的不好都會被原則D而解釋 這就沒有問題 那23、24、25呢? 先看前面三個 23、24、25 張三的媽媽從來不責備張三 這句是好的 我要問你們的是 他有沒有違反原則C? 23有沒有違反原則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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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違反原則D? 那有沒有違反原則D? 對 所以他句子是好 是對的吧 23沒有畫CC號是沒錯的吧 那這裡有一個關鍵就是那個張三的媽媽就跟這個一樣 這個張三的媽媽整個sicmata下面的張三 這裡換成張三 可是張三沒有sicmata 他在這裡他有兩個節點 所以這個節點沒有dominata沒有sicmata 24 這個小孩的媽媽以上都偏常這個結構一樣的 只是他把張三全部換成這個小孩 那一樣的這個小孩沒有違反 A B C D也沒有違反 因為他兩個是一樣強弱 那252627呢 他的媽媽一向都偏袒 袒護張三 這個也是要那個張三的媽媽不可能是別的媽媽喔 我的解讀是他一定要是別人的媽媽 但是他現在要強迫你是他是張三共職 他有沒有違反B 沒有 他是自由的 他們違反C 他們違反D 有 所以這條被rollout 這個句子被rollout是因為違反什麼 D 那上面講說嚴格C統治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不是嚴格的 沒有嚴格C統治 他只是用於D 他全部都只是用於D 然後再來26也是啊 這個小孩的媽媽一向都偏袒張三 一樣他都坐在鼠格的結構柱子的前面對不對 這個小孩的媽媽偏袒張三 也不違反C 然後這個小孩也 這個小孩沒有違反什麼 所以還是一樣就是強弱的問題 都是張三在後面是強的 27呢他的媽媽很偏袒這個小孩 還是比他強 那還是D的違反 所以這邊的例子原則D 他就說我們為了要討論適用原則D的2526的句子 他把原則D稍微處理一下 本來叫做指稱性弱的短語 不可以約束或弱約束指稱性強的短語 但是因為252627都沒有約束啊 他都是屬格的都是這種的啊 他有沒有約束後面的東西 沒有啊 那我們為了要用D來弱奧他 可是D又沒有管這個沒約束的狀況 我們就必須把約束改成約束或弱約束 如果被弱約束也不行 這樣子252627就壞了 懂嗎 他這個是在修改principle D 所以你 你就會覺得為什麼原則D本來只是指稱性弱的不可以約束指稱性強 那後來為什麼要加上一個弱約束 那原因就是因為252627這三個句子 可以嗎 ABC講了耶 重量就講完了 所以小結是什麼 小結就是 除了ABC以外 我們需要D來剔除一些粒子 那我們就定義了D 而且這個D我們用更多的粒子來讓它更完善 就把它的定義寫得更完善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在這裡我們還沒解決嘛 就是自己的 有沒有剛剛講的那個blocking effect 那個還沒解決啊 對不對 為什麼那個我跟妳在中間的時候就不能支援的了 那為什麼平常的時候可以支援的 對不對 平常時候支援的我們說它是什麼 違反了principle A 那現在就有兩個方法 我們如果要解決 觀感代名詞剛剛那個遠距離 第一個它有遠距離的屬性 第二個它有blocking effect 對不對 那遠距離 我們要怎麼解決啊 課本有兩個方式對不對 一個是它違反了principle A 表示principle A沒有辦法規範自己 那我們就用句法的方式把principle A 定義的更完善 對不對 這就是句法的方式 句法的方式就是我們把原來的原則 去依據某些預料去做修改 如果這個可以達成的話 maybe可以試試看 也許那個規則會變得比較醜 有點像剛剛那個D被改成那樣 可是也是可以解釋啊 可以解決更多的語句的這個判讀嘛 對不對 那還有一個方法是什麼 我們把自己不要當成是principle 給所地屬的 對吧 我們另外如果它真的有很多很多的現象 不只是只有遠距離跟阻斷效應的話 它還有自己的很多屬性的話 那還有一個方式就是我們把它當作是 非原則ABC所管轄的內容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用別的弱來處理它 那這兩個哪個好 我們現在都還知道對不對 那記得課本上它就是有這兩個approach 記得吧 那個冠品對吧 劇法的處理跟那個什麼 與discord是什麼 它就是Logrefer的那個處理 對 我不知道公司在講 Logrefer就是什麼 你們三個同學報告的內容沒有相同 所以那是孟臣是不是 孟臣報告的 那 孟臣那個劇法的解決跟語用的解決 你喜歡哪一個 我喜歡語用 語用 為什麼 我覺得很奇怪 他的解釋就是一看就懂 一看就懂了 懂了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說什麼 你覺得自己跟那個principal A的那個 他自己沒有關係 他是隸屬於其他規則來管啊 他不規 對吧 所以他就不是造英語 所以他給他另外一個名稱叫Logrefer 對不對 那同學們覺得呢 想用劇法來處理的人覺得 你覺得這樣比較elegant 想用語用的方法來處理的確 那其他人呢 沒有什麼對不對 這就是 誰解釋的好誰就贏啦 那看起來這個課本裡面後來是 關於語用的那邊他闡述的比較多 對不對 他就是可以解釋更多的那個例子啊 誰解釋的比較多就贏啦 也沒有所有東西都 但是你們以為語用比較elegant 解釋的比較好比較elegant 可是語用他有 Logrefer他是另外一個東西 所以他等於自己有隸屬於另外一個群體嘛 所以他講了什麼義大利語啊 還有什麼語言的那些 然後到最後兩種都變三種 三種都變 他其實是不一定是簡單的喔 他搞不好其實是很複雜 只是因為這是一個劇法的課本 所以你會覺得哇他解決得好漂亮 所以大家可以appreciate一下 好講一下自己跟他自己的區別 張三埋怨禮師 這是剛剛課本裡面的句子 就是他自己跟自己的合法度在八跟九有一個對立 張三埋怨禮師看不起他自己 也就是指遠的這個張三的時候 八是不可以的 就是他自己不能指遠的只能指理事 對不對 這裡把他弄得比較乾淨啊 真的只有話哀 所以他自己沒有辦法超越管轄的範圍 他遵守BPA 可是自己呢 超越管轄的範圍 他違反了BPA 所以他有一個區別就是 張三 第二個區別是什麼 阻斷效應的部分 張三相信我或你知道王武不喜歡自己 這個自己雖然可以指遠的 理論上可以指王武也可以指我 也可以指張三 但是在這個情況下不能指張三 十八在講這件事情 對不對 那十九呢 你我知道張三不喜歡自己 你知道張三不喜歡自己 這個沒有阻斷啊 他的阻斷是不能指你嗎 這個沒有阻斷指張三 張三是可以的 他現在不可以是說自己跟你 或我 我知道張三不喜歡自己 這個自己絕對不會是你或我 這個意思 然後張三埋怨裡是看不起自己 這個就開始在講那個 我們用怎麼樣的策略 他後來用了一個 言談的方式去解決嘛 對不對 但這裡好像太早講了 你有一個方式是把他 張三埋怨裡是看不起自己 你把他解讀成張三在埋怨 然後他就講一句話 哎!裡是看不起我 這樣這個裡是就可以指到張三了 這就是reindexing 等一下會講 那在這中間我插過來講一下 動詞 自己還有另外一種 為什麼 為什麼不一定要用BPA去處理 因為自己還有一種是 副詞性或所謂壯語的自己 比如說張三自己做功課 張三自己會自己去 張三自己會來也可以 張三會自己來也可以 自己會來是什麼 你們自己會讀書 就不用老師push對不對 然後或者是你自己會 你會自己讀書 意思是什麼 你都不跟同學討論 然後自己都要討 自己在那邊讀 這兩個還是不一樣的吧 會前面的自己 跟會後面的自己 有這樣的區別吧 自己會去跟會自己去 會自己去是一個人去的意思 沒有比其他人作伴 所以複詞性的自己 也有壯語永發 那262728要講的是 他也可以是在論言為止 比如說自己不會去 跟自己不會去 262727看起來好像 但其實他是在講 一個是真的是指人 就是論言為止的自己 另外一個是複詞性的自己 那意思是pro job 主語沒有講出來 可是呢自己不會去就是說 如果是我一個人的話 或是說如果要我自動自發 我不會這樣做 自動自發的意思 好 還有動詞前還有 你如果幫他做那個前套句 小句子裡面 張三相信自己不會去 張三相信自己不會去 這個自己 你如果把他當作argument 當作論言的話 他就是指張三了 張三相信張三不會去的意思 那可是你也可以說他是複詞性的 張三相信自己不會去 意思就是說一個自動自發的情況 他不可能 然後張三相信自己不會去 這你也可以是名詞性 這是三十跟三一表面性是一樣 可是是不一樣的分型 張三相信他自己不會去 跟張三相信他自己不會去 這是兩個不同的句子喔 第一個句子是他自己是一個 複合就是構詞比較複雜的 這個 然後這個33是指相信他 然後複詞的自己不會去 OK 還有一個解讀是 張三相信他自己不會去 可以嗎 就這個32這個表面 是這個33跟34這兩種可憐性 所以動詞前的自己 可能比你想的還要複雜 張三相信你是知道自己不喜歡忘了 一樣啦 你就去做這樣子的區分 好所以結論是什麼 結論有四個講完讓大家休息一下 第一個就是自己跟他自己的表面結構 跟語法都不盡相同 他自己必須遵循BPA 那自己就不用 第二個是第一人稱跟第二人稱的 我或你對於遠距離的指涉 他有阻斷性 第三個照應詞 並不是由語意而修 聚法行為來決定的 凡是符合BPA就是照應語 那現在就是那自己呢 自己怎麼辦 第四個把華語的動詞分為三類 把自己放為名詞跟副詞來判斷語料 有時候可以得到比較合理的解釋 好我們等一下就來講我們怎麼處理自己 那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ABC很重要 所以雖然你們都已經懂了 我也知道這個不難 我還是很仔細的把它講一次 應該沒問題吧 好那等一下我們就來討論 希望我們等一下講完的時候你們可以 真的 就是大家都舉手 到底你喜歡句法的分析 還是功能語用的分析 好我們現在會休息十分鐘 那個有時候會 讀語法課本有時候會那個 你的那個視角 你自己的視角會 你一下會變成母語者 在判讀這個句子好或不好 然後有時候又必須抽離出來 去反思這個規則寫的好 對或不對 所以有時候會 的確會有點頭暈 感覺一直在那裡繞來繞去 但這沒有循環論真的問題 反正就很簡單原則ABCD 那總結來說 基本上除了D 就是有很多語言有 有很多語言沒有 以外 ABC都是很 所以它叫principle 就是我們在 不然你一開始提出一個規定 通常都是從hypothesis開始 從假說或是假定開始 那如果非反覆的驗證 它的確是這樣的時候 它就慢慢會成為原則 然後或者是 規定或是定理 然後最後會變成low對不對 那當你變成low的時候 可能就是極其的無聊 但是也極其的穩定 就是會有這樣子的那幾個 那語言的 語言學的面向也是這樣子 那有一些 因為這個是這幾年才開始在台灣遊行 那有一些比較傳統的語法 你去看它的語法書不一定會講這些principles 或什麼 它的目的就不是在做一個抽象性的語法 它就只是在描述那些語句而已 那也不是說不對 但是就比較沒有那個極剛竊領的一些原則 你去抓出來是跟語法有關係的 那如果你根基於那種比較描述性的語法來做的話 有時候比較沒有辦法抓到那個最大的insight 就是最大的原則到底是什麼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樣處理那個 嗯 自己這個部分喔 就9.2囉 今天反而大家沒什麼問題 觀感了自己的話 剛剛講說它有兩種解決方案 所以首先在講它解決方案的時候 我們先看一下它有什麼特色 那在課本的29 長距離的反生值有下面屬性 課本上面講的三個對不對 我多加一個 那多加一個是根據那個 那個黃&應該是劉&黃2002的一篇在GIL的文章 那它是講四個 可是後來黃正德把它放到課本裡面的時候剩下三個 那我還是一樣多拿出來給大家參考 第一個就是說 LD就是比較能夠長距離的這種 它有一個特色就是它都是單語術的自己 而不是他自己 就是它是 不是複雜語術的 第二個就是它都有阻斷效益 也就是它都必須尊重第一人稱跟第二人稱的呆詞 然後第三個是我自己加進來 它都有足語取向 也就是當你千辛語有足語跟兵語可以選擇的時候 會偏好選擇足語 張三告訴李四王武最愛自己 那你明明自己可以指張三也可以李四嘛 可是因為李四是告訴的兵語而不是足語 有時候你就會偏好指張三 再講一次這個句子 張三告訴李四王武稱讚自己 張三告訴李四王武稱讚自己 理論上這自己可以指王武李四張三都可以對不對 長距離也可以短距離也可以 張三告訴李四王武稱讚自己 張三告訴李四王武稱讚自己 誰到底是可不可以是張三 可以 可不可以是李四 對那可不可以是王武 那有沒有好話值得區分 李四是告訴的兵語 所以其實有足語兵語才是故意做的 那這個足語取向就是在講這個 通常會比較偏好王武跟張三 不偏好李四 如果你有這個語感的話 那就是有 你要仔細去想一下 還有就是說畫者導向 那說畫者導向就是我剛剛講那個寫日記 或者是那個很自戀的那個例子 就是會被導成什麼說畫的人 那這個就比較 第四這個屬性就真的 老實說劇法比較不好處理了 因為他已經涉及說話聽話這件事情 他不是在劇中的範域裡面 好 那所以呢 在課本當中 就在講我剛剛講那個 這兩種兩個方案 第一個就是我們把Principle A改的寬鬆一點 讓他可以包括長距離 也可以包括阻斷效應 也可以包括阻語取向跟說畫者導向 這些屬性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看看他有沒有可能 是語法當中其他的成分歸屬 來解決這件事情 那有一個可能就是 我們區分Annefer跟Logopher Annefer就是長距離中包括都要被局部約束的 很嚴格的這一種 Logopher就是不受到BPA約束的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把自己就把它揮到這個部分 所以這就是劇法的分析跟功能和語用分析之間的差別 理解齁 好 那劇法分析 當然還是有一些前人去做了一些努力 就是我們要解決長距離 那我們就要怎麼辦 我們好像把那個翻譯變大也不對啊 因為他你又變大了以後 那個阻斷效應也沒辦法解釋 所以他就是用移位或者是reindexing 所謂的在影標的方式 那reindexing這個東西 他是邏輯上的 也就是說他是語意上來做的 也就是說他是劇法裡面的語意部門處理的 好 那他是用移位的方式 他說自己呢 他在語意上有一種 必須移位的必要性 但是他在語意上喔 所以劇法上看不到 自己還是看起來是在原來的位置 可是只有語意上有一種虛的移位發生了 那他移了兩次 比如說他從自己移到李四旁邊 然後再移一次移到張三的旁邊 那他的解讀就會是 依了李四或者是張三 那他自己不能夠做長距離的移位 移兩次 所以因此自己能支援的 但是他自己就不行 那他的那個operation就會像這樣 就是兵語的位置 那他先移到李四旁 然後再移到張三旁邊 那如果移到這裡的時候 結果就是李四 移到這裡的時候 得到的解讀就是張三 所以兩個只是語意在 Five Feature上面才可以達到一致 那這樣就可以解釋說 為什麼你跟我不會過去 原因就是他在移位的時候 Five Feature不一致的情況 他就不可以再以下一次的 所以第一次移是強制的 第二次是Optional 就是要看Five Feature有沒有一致 那這是LF Reindexing 就是中心語移位的方式 那可是在句法的操作裡面 中心語移位是其中一種 還有一種是附加語 附加語的加接 那一樣你用附加語的加接 也可以做同樣的事情 就是把也是一樣 這時候你就不是中心語了 就是移到的是李四的左邊 而不是右邊 跟張三的左邊 那這兩個都可以同樣的解釋 遠距離的問題 對不對 但是還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阻斷效應也可以解決 你就是讓他不要第二次 Five Feature不一致的時候 不能夠往上移就好了 這樣就可以解釋 為什麼有時候不能支援的 那還有沒有什麼問題啊 但是他不能解決的 就是說話者解讀這個 對不對 你在句子裡面依賴一訓 你怎樣還是不會得到說話者 自己詮釋成說話者這個可能性 那課本上有看到例子 3 2 3 3 3 4 3 5 他是在講那個自己發生的一些 跟阻斷效應有關的細節 可是我們可以一一來解釋 那個去法操作有沒有辦法處理 首先32 32是非族語引起的阻斷效應 比如說這個32 張三告訴我李四恨自己 只能指K而不能指I跟J對不對 這是非族語 然後再來數的非對應現象 就是我們剛剛講說 第一人稱第二人稱會擋第三人稱 可是我們沒有講到單負數的問題 比如說33 張三覺得他們老是批評自己 這他們是不是第三人稱 是啊 可是他不是他也不是張三 他現在是負數的 那負數有沒有擋 有沒有發生阻斷效應 有沒有發生阻斷效應 沒有欸 對啊居然沒有 那所以A句是可以指張三 對不起 A句是可以指張三 可是不會發生阻斷效應 那為什麼 那剛剛我們講的第一人稱第二人稱 跟第三人稱的區分 欸等一下 他們沒有擋 喔他要說的是 A是沒有擋 但是B是擋 應該講B句 他們覺得張三老師批評自己 他們覺得張三老師批評自己 那是自己是誰 是張三還是他們 張三就不會是他們了 那33A張三覺得他們老是批評自己 可以是張三也可以是他們 好像是欸 那所以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張三是第三人稱單數 他們是第三人稱負數 所以負數沒有擋 單數的原指稱 可是單數會擋 負數的遠距離指稱 對吧 看清楚 B句不行 所以張三 那單數的擋了他們負數了 the index ok 好 那還有就是34 34是在講 1、2人稱跟3的區分 這個我們剛剛稍微講過 就是我跟你會擋 這個34A沒有問題 那張三會不會擋我 張三會不會擋你 不會 BG、CG都是可以指我跟你的 都可以指遠的 高等 對吧 所以這個就是第一二人稱擋第三人稱 可是第三人稱不擋一二人稱的遠距離 然後還有指指性的 這四個都在講那個遠距離的問題啦 35這個他說有一種情況是不管地幾人稱好像都會打 就是當這個中間的那個名詞發生在語境當中的時候 怎麼樣叫做發生在語境當中 張三說他欺騙了自己 這時候你就指著一個人 然後那個人就會變成自己的指稱 然後自己就無法指遠的那個人 即使他是第三人稱單數 張三說他欺騙了自己 所以這自己只能是英才不能是別人 可以嗎 可以齁 那他自己會不會這個問題 他自己本來就不能指遠的 所以被擋也是對的 沒有我是在想那個語用這麼強的話 如果是他自己的話 如果他自己坐在足語 比如說他說張三欺騙他自己 我用指的是足語 他說張三欺騙他自己 因為他自己要指指淨的嘛 不要指張三 那我現在足語做語境的 多行 多行嗎 他說張三欺騙他自己 他說 他說這句話 張三欺騙他自己 那所以那重點是他自己是張三嗎 還是張三嗎 不會是他嗎 他只是一個愛講話的人 對他說對不對 所以語用那麼強 對於principal A也沒有影響 principal A還是得指張三 對不對 其實你足語做了語境當眾的個體 那我呢 我說張三欺騙了他自己 他自己還是張三 怎樣 你看principal A真的超強 你不要以為語用很強 principal A也很強 好不好 而且你去問音音老師 老師 principal A比較強 還是你那個 還是語用 logic比較強 學語用學的人應該會覺得語用比較強 來 主段相應有不對稱的現象 什麼歸結出來了 就是在數目上面 複數不阻擋單數的前行語 可是單數會阻擋複數的前行語 例子是33 第一人稱第二人稱會阻擋第三人稱的長距離的先行語 可是相反的第三人稱不會檔第一人稱跟第二人稱 對嗎 然後剛剛還有講到一個就是 如果中間是那個語境中的也會阻擋 對不對 語境的也很強 好 這是句法的分析的問題 因為理論上你如果用這個indexing或是adjunction的分析的話 他都要都沒有這種assimetry 不會有一人稱二人稱什麼之類 所以你要用那個5 feature去限定他 可是他又有數的非對稱跟直指性的問題 所以基本上句法分析還是有一些問題 那語用有沒有辦法解決啊? 不曉得 先講一下語用或者是功能 功能或語用分析他的解決的原理是什麼 然後我們再來比較句法的原理 句法跟語用到底是哪一個解釋性比較強 那語用的話我這邊念一下話語功能的方法 英文叫做Direct Discourse Complement 方便本是補語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把自己作為一種語內傳遞語 或叫做Logopher 那漢語當中的長距離反生詞呢 是一種特殊的照應 也就是說他不屬於Annever 他是特殊的 他必須把他當作是語內傳遞語 那語內傳遞語就是把主句的主語 當作前套句的說話者 再講一次 主句的主語是小句子裡面的說話者 所以比如說37 John said that he saw Bill 可是他用said他用說 那本來就是說話者 比如說張三之道李四很聰明 那他一樣啦他會變成張三之道 然後quotation李四很聰明這樣子 所以主句的主語通常都是一個以他為視角的人 所以他叫他做說話者 那這邊的例子37代名詞的he並不是John代詞化的結果 他是由先行語話語中的人 也就是主句主語和普族句的說話者去做轉換 講得好像有點懸對不對 意思就是37a其實是37b 你可以改寫成37b 約翰說他看見了比爾這句話 他有一個by closer 他是有一個小句子所謂的前套句 就是他看見比爾對不對 可是其實你可以把它改成沒有前套句的狀況 就是約翰說然後一個quotation 就是一個引號我看見比爾 這時候前套句裡面的主語變成第一人稱單數 也就是說話者了 也就是大句子的主語約翰 這裡的我是誰還是約翰對不對 那這時候就會造成如果這個句子可以改寫成這樣 那表示這個代詞的index可以指到說話者對不對 那這樣是不是就解決我們剛剛有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 就是說那個名詞組那個造詞語怎樣指都遠距離怎樣近遠都指不到說話者 那如果你可以允許句子這樣改寫就可以 可是你們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個問題啊 那這句好像違反的principal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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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點的解決必須要是他是約翰才會變成說這樣 你知道嗎 那主要主句的主語是說話者 所以他要改寫這樣 這句話如果跟這句話是paraphrase 是可以改寫的話 這個他要指的是說話者 就是約翰主句主語 可是他就違反了VM 但你們甚至說約翰說他看見毒我 這個他是約翰嗎 還是是別人 可以是別人 是別人嗎 是別人嗎 那違反的VM 欸你們都讀的時候有沒有發現 那個 好像沒辦法 所以啊 有沒有可能他這個可以改寫的狀況 他根本也是那個他 就是他跟principal點principal點我根本沒有關係 你單句講約翰說他看見比爾 那個他還是不能指約翰 約翰說他看見比爾 一定要是那種約翰真的講了一句話說我看見比爾 這種情況 你那個約翰說他看見比爾的他才是約翰 還是你們覺得B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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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吧 不會吧 那我們剛剛講了一節課 你把他還說很清楚 好玩喔 好啦 那Logwerfer既然可以用這種 就是 語內傳遞語 可以去把主句主語當作前套句說話者這種轉換 來運用的話 用在中文也是可以啊 剛剛那個是John 我們用張三了 張三埋怨李四常常批評自己 我們說事實A可以有近距離的指李四 也有可能遠距離指張三對不對 所以呢 指張三的情況 只有指張三的情況 指張三這個遠距離的情況 其實你可以paraphrase成B 張三埋怨啊 唉李四常批評我 這時候李四常批評我是他講出來的話 他埋怨的內容 有沒有 那這時候自己是不是就被interpret成 第一遠距離單數的說話者 就是張三了 好完美喔 很棒嗎 這樣是不是解決我們原先懼法完全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 但是有 那我在讀這個時候 我跟你說你們以後大概約莫三年後 五年後 七年後 你們為了不同的purpose再重新讀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的理解會不一樣 我以前 書伯的時候或是上課的時候讀老師講了一大堆 我就耳朵很硬聽不懂 我就覺得我覺得那樣就是那樣 對啊怎麼會是那樣 可是大概約莫五年後再重讀一次 然後就會懷孕說原來老師那時候講的是什麼 就是智慧味 就是有時候都會這樣 我現在講一個就是我以前的那個 我以前就覺得說 你這個Logoff解釋得很好 這個字集也會變成說話者 說話者或主句主語沒錯 可是你相信人在講話的 講A句這個事實A句的時候 他真的有這麼多轉折嗎 他真的underline裡面是在想說 李氏在埋怨的那個scenario 那個情景 然後李氏說了一句話說 欸張三埋怨啊 張三說了一句話說 李氏常批評我 然後我就講A句 我就心裡就造出一個句子 張三埋怨李氏常批評自己 也有可能啊對不對 可是對我來說那好複雜 對啊 所以我以前就一直在想說怎麼樣 幫這個Logoff的這個邏輯結套 可是以前老師是常常講那個 我自己的老師 不過沒老師講什麼真心聽懂 我第一次講這個 聽這個是美廣 美廣教的 Anyway 但是我沒有背叛他 我沒有背叛句法學法去學語用學 所以咧這個 這個有沒有解決阻斷效應啊 上面講 這裡下面有 張三說他討厭自己 然後你就有造出一個句子 張三擔心我討厭自己 我擔心張三討厭自己 這個我是誰 張三擔心我討厭 就是說話的人 對不對 不會是張三 但是第二個 我擔心張三討厭自己 就是張三的嘛 沒錯 這時候你要把它改寫成第一句 那樣子 就是有一個人是張三 然後他就說 唉他討厭自己 然後那個他就是我說話者的意思 用這個方式來解釋阻斷效應 那單語術就沒有問題啊 單語術就是指說 單語術的自己 他是Lografer 他是語用 語用的成分 那說話者也沒有問題啊 那阻斷效應看起來也可以 那我們來解釋 剛剛那個阻斷效應的一些 不對稱線下 這四個好不好 那就要接下來 來講這個 好 那我們剛剛講說 32在講什麼 非族語的狀況之下 張三告訴我李氏恨自己 剛剛這個 音材你痛你痛喔 痛大口 沒關係 32要講什麼 張三告訴我李氏恨自己 這種情況下 那個我 我 會 就是 他是兵語嘛 對不對 非族語的狀況之下 那Lografer怎麼解釋 張三告訴我李氏恨自己 所以是 要改寫成什麼 主句族語是張三 然後兵語是我 ,這時候自己指的是誰啊 只能是李氏嘛對不對 不能是張三嘛 他被阻斷啊 那這個怎麼解釋 诶 主語不必為你我 可將話語定位到外部說話者身上 這是課本說的 也就是說 那個自己要先指到外部說話者 所以就是張三告訴一個人 張三告訴一個人 然後冒號李氏恨你 這樣子 OK 所以這時候就是主語 不是你跟我 可是把話語定位到外部說話者 這樣就不會指到張三啊 因為張三是主句主語 好 再來指指性的第三人稱 怎麼處理 張三說他欺騙了自己 我們說這個 如果你指著某個人的話 也會擋嘛對不對 也會擋那個張三的指色 這時候第三人稱是固定非中性的視點 手指把話語定位到這個情境 所以呢 他就不會指張三了 張三說他欺騙了自己 對不對 然後就是張三說冒號 然後一個quotation mark 然後他欺騙了自己 所以你怎樣都不會指到張三 一樣是把那個他第三人稱變成語境當中 那課本裡面還有一個36也是 當初也是講語法問題 那個句子是什麼 我來念一下 36是 他是一個很長的句子對不對 張三認為理事知道王五把自己的書送給了自己的朋友 喔 這裡發生什麼事情 再說一次 張三認為理事知道王五把自己的書送給自己的朋友 有兩個自己自己的書送給自己的朋友 然後有三個前行於張三理事王五 所以有幾個可能性 你把它區分成自己一跟自己二等同的情況 跟自己一跟自己二不等同的情況 對不對 等同的情況就是 一的就是張三要不就是李四要不就是王五 會是王五嗎 有沒有他有一個很大的那個曲子他寫出來有沒有 那還有一個是不等同的情況 不等同的情況就是什麼 自己一是張三自己二是李四 自己一是李四自己二是張三 就是所有的配對的可能性對不對 那這種情況的generalization是什麼 很多個自己兩個自己然後有多個前行於的狀況 他的generalization是什麼 記得嗎 剛剛是誰報告的 所以同樣的時候也不可以是C 只能是A或B 好像可以欸 好像可以欸 我記得可以是王五欸 可以吧 可以 可以對不對 好 所以再講一次 如果是要同樣 要不然就是要同樣 A B C都是 就是自己一跟自己二都是指A或B或C 然後要不然如果他是不同樣的話 其中一個一定要是C 然後另外一個可以 可以 either是A或B 對 那這個發生 欸那 這個是 描述啊 他還有一個generalization 就是 如果兩個自己都受到長距離約束的時候 必須受到同一個長距離約束的人 現在在講長距離約束完了 所以如果 自己 自己受到長距離約束的時候 也就是說自己1要指B或A 或者自己2要指B或A 這種長距離的情況的時候 必須要受到同一個長距離約束 319月最上面的兩個 兩個自己都要受到長距離約束的時候 如果短距離就沒有問題 就指網路上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是長距離 他們必須受到同一個長距離的先行女來約束 而不可以 不可以是H或I 不可以是張 1是張3 2是李4 1是李4 2是張3 這樣是不行的 其他都可以 這是generalization 可以嗎 要怎麼解釋 為什麼這樣 我們用Logafone的解釋 就是不接受兩個關係 是因為不同關係 代表不同的視角 因為對於Logafone的解釋來說 他都必須把那個自己 paraphrase到另外的視角 如果你前面的自己1跟自己2 1的只張3李4 或李4張3的時候 他的視角會衝突 造成這個解讀困難 所以他不接受長距離的關係 是因為不同的關係 變成不同的視角而難以練習 可以接受嗎 現在沒有覺得語用那麼完美嗎 但是基本上他對於A D E這三個 阻斷效應的不平行性 他都給出了解釋 而且聽起來好像也都還可以算合理的 因為你既然都是視角的關係 那但是數跟人稱的不對應性怎麼辦 也就是負數不阻止單數 但是單數阻止負數 這個怎麼解釋 還有人稱上面 第一二人稱主子第三人稱 可是第三人稱不會主子第一人稱 首先數的方面 他是說因為強調說話者的視角 所以人稱比較重要 人稱比較重要 其實這個也解釋一二阻止三 三不阻止一二 而數是不重要的 所以負數就不會阻止單數的 剛剛我們句法是用那個 Find feature要一致的問題 可是問題是負數明明就沒一致啊 他是負數啊 person,number,gender裡面的number變成負數 可是負數沒檔 所以句法沒辦法解釋 那語用呢 語用要不要能夠解釋 複數不檔單數 而單數檔複數 他就說啦 因為是在 Logorfer是在講視角的問題 所以第一人稱、第二人稱、第三人稱很重要 因為是以哪一個人稱為視角 可是單負數不重要 所以他說是複數不會影響 這是他的說法 那人稱呢 人稱為什麼重要 一二檔三 可是三不檔一二 因為你跟我會把句子定位到說話者 就是當你要做Logorfer的時候 視角轉移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它定位到說話者 所以阻礙性質不同的NP充當先行語 這樣子就可以避免視角的抵觸 因為語言情境當中最直接出現就是 我講話的人跟你聽話的人對不對 所以你把它定位到語境當中的時候 它一個視角的轉換的時候 其實一二是重要的 是不會造成視角抵觸的 對 可以嗎? 好 所以真的是語用功能很棒欸 但是不是把它從劇法推到語用去 或者是從劇法推到語意去 剛剛那個劇法的解決是把它推到語意學 事情就解決 沒有沒有沒有 你推到那邊說那邊有他自己的Story 當他把它當成Logorfer的時候 Logorfer在這個世界上不是只有自己 是Logorfer 對不對? 他有他Logorfer的朋友們 對不對? 那那些Logorfer有沒有他自己的一些屬性規則 他當然也有啦 對啊 所以就是看到其他語言 這個我們稍微做參考就好了 這個不用太很深入 那剛剛那個姓術那個 你可能就可以稍微去理解一下 因為那畢竟還是漢語的發文 那Logorfer裡頭呢 意大利語就有兩個代詞 他是可以剛好解釋Logorfer的重要性的 就是44A跟B 那一個叫做設計 一個設實 一個叫做設計 那區分這個就是為了區分所謂的 Annafer跟Logorfer 那Annafer 就是比較設實的 他是跟命題本身比較有關係的 可是Logorfer是涉及說話者 所以他叫做Desele reading 涉及的 那所以就44說 Paparatti認為自己的褲子著火 同樣都翻成中文 就是自己的褲子著火 或他的褲子著火的時候 有用這兩個代詞 他的interpretation 有稍微一點點的不一樣 A是怎麼樣的解讀 你們有試著去瞭解嗎 什麼叫設計 跟感覺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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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把他說到內部參與的思想意識 或是態度觀點 對不對 那如果是Paparatti把它放為他 Paparatti認為他的褲子著火 這只是對一個知識 一個事情 一個fact 一個命題的一個陳述 也就是Paparatti沒有involve在那個 事件裡面 我記得他還有另外一個例子 是那個照相還是錄影的 就是有一個例子是 他知不知道他自己是那個人 他講的那句話叫什麼 他講的那句話叫什麼 如果是設食的話 他只是單純的在陳述這件事情 他就會把那個影片當中的名字講出來 他不是他 那是他自己 對吧 那所以有些人就說 那個Logorfer跟Annafer的差異 在於你知不知道那個是你自己 就是你有沒有involve 還是你只是在陳述一個事件 對 他說那個當約翰在看到以前的錄像中 他說The Little Boy So Bill 然後 他沒有involve 知道錄像當中這個小孩是他自己的 對 就是他已經長大了 然後他在看一個影片 他說The Little Boy So Bill The Little Boy 他用The Little Boy去指稱那個影片當中的 但其實那個人是他 他自己 所以他並沒有說我 或是說他或他自己 看到的 他用了另外的指稱方式 那有些人就是說 這個差異就在於知不知道 所以回到這個地址 有沒有可能Poveralli 認為自己的褲子著火 可是他不知道他自己的褲子著火 哈哈哈哈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個射食的部分會比較是他不知道 那射擊是他知道 對 就他可能在那邊大喊說 好啊你褲子著火啦 對 就是讓他知道 好 那除了這個 這個文獻當中除了Logofford 除了有這個義大利語的這個之外 還有Peter Sell Peter Sell 但他引用的例子是中文的 他說我們可以用初始角色來解釋 也就是托安德名詞組呢 你可以把它用論子角色來說 他有來源、支點、自我這三種區分 好就是46A、B、C 這裡的章三、禮四 出題的這個部分 好那這邊就 這是Kirkia Kirkia就是說那個 Deseal跟Delete Reading 其實語意就可以解決 不用用到語用 為什麼? 你只要把那個 補語句當作是個命題論源 這時候你就可以說他是Delete Reading 可是如果把補語句當作是 Secondary Predicate 當作是次要位語 就像那個 那個 Clean那個例子 他就是Deseal Reading 所以其實語意可以去做的 像59A跟59B 比如說剛剛那個Pawaradi 相信他自己褲子著火 其實有兩個語意 一個就是 浪打在外面 一個是浪打在裡面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 這是衛 衛是相信 有一個相信的事件 事件有兩個論點 一個就是這個 這個命題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這個 這個衛 那這個一樣 但是他浪打在外面 有一個 有一個語意 有一個意思 那裡頭有一個命題 命題是 以相信為位 就是X相信 X相信什麼 相信X是怎麼著火的 那這整個東西呢 有第二個論點是命題 所以語意的解決是這樣 所以重點就是你用句法的想像 想像就是把補語句當作是整個命題 有一個命題論源 或是把補語句當成是他的補語 用句法解釋就是這樣 很簡單 可是他語意寫起來是不一樣的 那個P是Proposition的意思 然後通常邏輯語意的寫法 是把魏語寫在外面 就是believe在外面 他帶的論源寫在裡面 所以那個59b是補語的寫法 好 所以 所以回來如果是要用語意來解釋的話 那一樣你可以用兩個語意來寫 就可以解釋dece跟dele的 read 那這樣我們就不用 可是他有一點取巧啦 就是因為這作者是句法學的人 所以他就有句法學也可以解釋 logov的兩種 可是問題就是 他還沒有回去看那個性數的區分造成的問題 所以自己在lfadjunction的附加語中 可以從補語中產生的算子變相 所以我下次再 如果有時間我再多做解釋 好 那所以結論是什麼 就是如果我們把 我們把自己分成兩種 一種是anever的自己 就像他自己一樣 那他就遵守Principle A 他必須在先行旅的管轄域內受到約束對不對 那對於語用的人來說 他就是比較設實的對不對 那以logov的 那又有另外一種就是 可以遠距離有阻擋效率的 這就是語內傳遞語 那他需要有一種轉化視角的方式 他就用來陳述思想情感經歷 那所以義大利語的兩種 在漢語裡剛好自己也有兩種 受長距離約束在先行之外 他可以設計的意識性的 然後有視角的 然後他可以解釋阻斷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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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